這麵仔看著長得這麼慢 抖的不太慢 來到竹林裡 土堆中冒出一小根筍子 遊客看準目標 輕輕一拉 順利拔起 它斷了 沒關係 它上面那個拔就不要 不是 剛拔起來的櫃竹筍 新鮮翠綠 小朋友拔完一根 接著一根 但如何去殼 可是有小技巧 這樣 這樣 這樣轉 喔喔喔喔 這樣再繼續 這樣就轉了 這邊也一樣 這邊也一樣 金融七毒馬鈴的貴竹筍 每年清明節後進入產季 今年因為氣候因素 採收期延後一個月 最近貴竹筍陸續冒出 北部封面又接連報導 剛好營業了雨後春筍 不少遊客把握機會 預約到農場採收 體驗大自然 它可以採又可以剝 又可以親自去體驗 對不對 回家又可以怎麼說 把它剝皮以後 殺殺 這個放在冷凍庫 一般如果住在像台北的地方 很少接觸像這樣子的大自然 我覺得今天來採這個貴竹筍 我覺得很有可以體驗那個鄉村感覺 如果氣溫比較高的話 一般是清明節過後就開始採了 因為今年氣候就是不穩定 孤冷孤熱 孤冷孤熱 對著竹筍成長就會比較差 今年的產量 像我們過去 每天採連殼 帶殼差不多 我們一天可以採差不多200斤 但今年到現在 一天採不到100斤 為什麼 因為氣候的關係量少 量少 而且現在 這個有一些 那個什麼 動物的損壞 就是山腔 山腔跟松鼠 吃很多 因為山腔 它差不多5公分 它就把你吃掉 即便初期採收的貴竹筍 只有一點點 但筍農還是得送來加工廠 直接一群人蹲坐著 熟練的把筍殼剝去 最後拿去煮熟 才能夠包裝好 送到市場 現在正是那個 我們的那個 貴竹筍的產季 所以說我們剛好也是配合農油 然後在我們的馬林休閒農業區 舉辦一個 剝貴竹筍的趣味競賽 那因為這個 其實產量其實沒有很多 所以其實農場現在都搭配著 讓民眾來做體驗 實際來採筍 然後教他們怎麼樣剝筍殼 或是怎麼煮或料理 讓他們從土地到餐桌 都可以比較清楚的了解 所以是一個蠻好的一個體驗 今年馬林地區的貴竹筍價格 略為上漲 每台金來到160元 但仍然供不應求 受到民眾喜愛 去年的產量 我們去年就一開始就是一台金 就是賣主熟的一台金賣150元 今年是一開始就開始賣160元 160元 但是現在都供不應求 最近北台灣封面報道 接續下雨 農友希望老天賞臉 讓他們多一筆收入 記者黃燒民基隆報導 還有菜菜